我们再聊一聊你所身处的互联网游戏圈 有没有一些料可以给大家报一报的 看哪方面 其实这个属于一个内容行业 做内容的 但是我可以这么讲 中国没有做这种 至少游戏行业 没有做内容的土壤 你只能做事 做什么 做事 为什么这么说 怎么说 这是我从业十年 唯一的一个感受 至少在网游 不管是手游 还是PC端 还是业用 你只能做事 你没法做一个像样的内容 随着时间更替 我们有更好的技术 我们有更好的设计理念 或者看到了国外 做那么多好的游戏 对吧 就魔兽世界 类似这种 但是始终那片土壤就不想着这个事 就不想着好好做内容 为什么 因为从资本上 它就是急攻击力的 中国的资本 对游戏圈的这种毁灭是致命的 就是它非常急攻击力 它希望我投你 比如当时你只要拿个PPT 大概是一几年的时候 你拿个PPT就能融到钱 然后比如给你投个大几百 大几百以后 占你股份是至少要六成 我控股 我是资方 我控股 然后你开始做 给你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你想想他妈的 半年到一年 你能做出什么来 除了十 我想不出来做什么 因为资方是很着急的 他希望投完钱 恨不得今天就 今天我投资 明天我就收回本 所以你想这种压力下来 它又占你六成 大多数占六成 甚至有占到八成 你只有个二十的 研发的话语权 你没有什么 跟他摆手腕的资本 所以策划们就干什么 利用玩家的仇恨 让玩家为仇恨买单 这上回我跟你私下也提过 什么叫为仇恨买单 就是比如各种各样的排行榜 就是首先这游戏系统是这样 像魔术世界就一身装备 然后就没有了 你刷副本就是为了穿装备 最近的情况我不太了解 但是国内做出品的这种网游不一样 装备穿完 你要做起 你要翅膀 然后再有什么背饰 然后再有宠物 然后法宝 就是这些东西摆在你面前 你是不会冲的 对吧 你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要刺激你 怎么刺激你 就是用仇恨 我们会甚至会做一些机器人 去安排去 比如去搞你一下 比如好多排行榜里的 现在好多玩家讲 那个叫所谓的拖 那不是拖 那就是游戏公司安排的这种 也不叫安排了 就设计的机器人 他就处在那 就你每个游戏一开服 网游 大多数网游 就一开服 那些机器人就在里面 假模假样的装玩家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大部分的手游 开始干掉 所有能这个交互的 就是表现你是个真人的这种系统 比如聊天系统 好多游戏就不开放 包括这个拍卖行 就是交易系统 几乎所有游戏都干掉 就说白了 游戏全是计划经济了 过去早期还有一些这种 开放式的 比如网易的梦幻西游 这是有的 就开放一点 但后面越做就是越来越 就因为还是那句话 资本给的时间半年到一年 对吧 让你去做 好一点的一年到两年 其实也做不出什么好东西 魔兽世界他做了 那是十年 才能做一个像样的 就跟拍电影一样 要这个慢工出戏活 需要时间去打磨吗 要沉淀的 所以你这么急功劲力 做出来就一个一个的这种 成为了回本用的这种商品 就是屎 我认为它称不上游戏 10年的时候 手游版的竞舞团 我里面的核心玩法 就是我做的 就有个叫动感模式的 那个是我做的 就是说白了是 让我做那个普面 就是你的音乐 根据节奏会出现一些音符 让你去按 我做这个 该出现在哪个节奏点上 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配套系统的设计 早期做那个 我是很开心的 那个就是我在 刚才提到那个老领导 他带队做的 那会儿他是有情怀的 然后好好做游戏 所以还蛮开心 但后面去了一家上海那家公司 就是我说的有种 开始有那味了 就资本 资方控制的 然后做的也是最急功劲力的东西 他当时做了一款叫大闹天工 大概月流水就一个多亿 就一个月赚一个多亿 这么火吗 不是多火 是这个属于是 一个月赚一个亿还不火吗 那火得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当时夜游的天花板 应该能有个 两三个亿的也是有的 两三个亿的也是有的 游戏这么赚钱 这个叫赚钱吗 这不能这么说 应该说 这算是很normal的水平 很普通 就因为后面 我经历了几款项目 就这么跟你说 如果你是传奇IP下的这种网游 可以做到当天回本 什么概念 就是我的投入是大概 比如5000万左右 5000万去研发这款传奇游戏 我可以做到当天回本 然后剩下的全是盈利 全是盈利 那不大家都去做游戏了 因为当时那个 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他在里面做制作人 他跟我讲 目前他 是他公司的隔壁 那个项目组 就跟抢银行一样 因为是传奇IP 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所谓的传奇 在中国仍然有这么样的 就一个市场 就他虽然 现在目前是在走下坡 因为国内的这个板号管控啊 或者是 其他的这个 网络上的收紧的原因 但仍然是有这种能力的 就吸金的能力 你这个产品做完了以后 研发是掏这个研发公司的成本 就可能是大几千万 也可能是上亿都有可能 然后 发行方就会给研发方 然后支付一些版权费 就我要带领你这个游戏 就比如你是研发 你花了几千万 做了这款游戏 我要带领的话 那我可能会给你一笔钱 然后这游戏就给我了 我去帮你发行 就上各个的渠道 平台 然后去赚钱 然后这时候我会跟你 一般的话 是会跟你 这个三七或者二八分成 你只能拿到两成 作为研发 就是你辛苦做的 但是我是发行 所以你只能拿两成 就也就是说 你刚才说赚的很多 虽然月流水一个亿 但是你想分到 研发手里的两千万 就这个样子 大头是到哪里去了 根据我之前的经验的话 大头都被广告商赚走了 就发行其实赚到的钱 呃 比跟研发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两三成这个样子 然后剩下都是被广告商分走 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 比如你买 买位置 就是比如你在这个位置买了 多少的点击量 然后他们经常就 广告公司就会用这种刷量公司 然后就消耗到你买的这些广告量 就是说白了就是假的 假的电机 所以这些钱基本上都被这些广告商啊 也好 他们的量很有水分 不是真正意义上 比如我们游戏圈 呃这个传奇类游戏 你一个用户进来的成本 大概是举个例子 1000块好了 举个例子啊 可能没这么贵 那可能这里头有接近五成以上是水分 它其实用户没那么贵 就中间这个钱就是都被广告商去赚走 对于我一个完全不玩网络游戏的人来讲 我观察到身边 哇 玩游戏人太多了 各个年龄层都有 但是我来美国这边 我发现大家别说玩游戏了 就是这些美国人玩手机都少 对我也有这感受 为什么中国这个那个环境啊 这么多人会去玩游戏呢 也滋生了很多 小疾病 这些我就说这些赚到大钱的这些游戏公司啊 反正我就以前我就记得 我看了一个就是新闻啊 就说这个 这个王者荣耀啊 说那个什么皮肤一天收入都是卖着上亿 我都怎么都理解不了 为什么这个皮肤啊 你一天能卖这么多钱 我也知道很多小学生 甚至幼儿园的小孩都会玩网络游戏啊 其实我自己就做这种 大哥像的游戏 什么叫大哥像 就是为仇恨买单的这种游戏 就你一下子 其实他们本身就看排行榜 然后排行榜谁超过他 他就不开心了 一定要顶上去 两个人就抢榜 有时候这个跟他抢的人并不是玩家 而是游戏里面的机器人 他就被一直顶 顶顶 直到他新闻卡刷爆 我觉得 就跟直播打赏 其实也是利用了这套 这套低层机制 其实一样的 就是那片 我不能老提那片土地 就中国可能是 这套特别好使 所以中国的游戏出海的时候就 当时是非常水土不服的 你这套东西在国外不管用的 这边的人不为仇恨买单 都是也没有那种集体 所谓的集体主义 对吧 这边是非常个人主义的 所以你在游戏里 经常有什么 或者这种集体的帮派战 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 然后为这个买单 这边就很水土不服 全民玩游戏这种风气 你怎么评价 我就是让人们肉眼 表达一些观点 我非常讨厌 真是这样 我看一个 我就觉得 我说可能会得罪人 我看一个成年人 沉迷游戏 我就觉得这人真是 没劲 因为我首先我觉得 你有很多重事可以干 即便你不想干什么重事 我觉得这个世界 它总是有一些东西 可以吸引你的兴趣 对吧 你可以去做一做 为什么在虚拟的世界里 虚幻的世界里 这么的沉迷呢 而且还要人民币玩家 还要往里面砸钱 甚至就是不顾自己家庭 老婆孩子 就透支 你怎么去评价这种情况 这个东西 我认为是这样 就还是回到最前面 人的那个角度去 人都需要故事来骗自己 这是我的结论 就是每个人 不管是哪里的人 都需要故事来骗自己 但中国的这种人 骗自己是最严重的 我觉得的 这是我的观察 就国外 尤其美国 它由于个人主义 它骗自己的机会是 怎么说呢 没有国内那么丰富 因为它 它要经常的独处 独处的话 你要经常跟自己交流 也就是说 审视自己 或者是反观自己内心 这个样子 或者直面一些东西 但国内不给你这个机会 你没有独处的时间 你必须给我卷起来 你给我上线 给我加入这个集体 together 就永远处于这个 在集体的环境里头 你就需要 一个故事来骗自己 我在干什么 就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待着 因为这个国家对我好 为什么玩这个游戏 因为这里有朋友 这里有社交 那我独处怎么办 我好孤独 我好害怕 我没法直面这些 我也没学过直面 我没有个人的时间 我从小成长 永远是 我有个身份 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一定要在那个集体里 表现的如何如何 这个是有标准的定时 在那边 你没有做 做回自己的机会了 不给你 那游戏呢 就刚好就是 也算有迎合了一点 它的脱离出来的这种需求 让它去那里边待 但是游戏 中国的游戏 干的也是这种缺德事 就是还是在那里面 当一个集体主义的 没有给你这种探索的空间 就是你接着从这个集体 换到了虚拟的集体里 还是一个德行 所以我说称之为使人嘛 游戏行业已经被国家给一棒子打死 就中国的政策就是永远是翻大饼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国内他经历过就板号的限制 打压过一轮 然后最近又开始说 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的 适合青少年的游戏的这种环境 就说白了又要鼓励了开始 又鼓励白游戏 对又鼓励 然后没准 他这个一直是翻来覆去的 就搞 其实就是说白了 他们当权的人或者说白手套 我就管他们叫白手套 包括这些大的国内的游戏企业 他们肯定是谈好了一种分成比例 跟那些权贵 对你给我开个绿灯 让我去赶紧搂点 我分你点 这个是怎么说政策上的问题 我们不聊 我们就聊你刚才说的这种原罪的问题 对 我首先认为 你如果是真的用心做了一个 你一个虚拟的世界 就是不是充钱的 那是买断制的 就是几十块几百块买过来 我自己就跟看一个电影一样 我沉浸其中 可能十几个小时 我就把这个主线剧情就玩完了 这种我认为是还OK的 我认为不错 因为它就是一个电影 你把它看完 可能你没体会有PS4上的这种游戏 像我刚才提到的美国末日这种游戏 但你要说到网游 这里面牵扯到的门道就多了 就是它是纯粹的这种 以人性利用人性为基础 去设计的这么一个体系 所以会让你被骗克 克金对吧 充钱人民币玩家 然后你们之间会建立仇恨 也可能会建立友谊吧 但相对较少 就是以互相搞为主 因为你们建立友谊 很少会滋生什么 对游戏公司有益的东西 也不会让他们多赚钱 但你们产生仇恨不一样 你搞我我充钱我搞你 你再充钱你再搞 公司又赚钱了 公司就赚钱 所以它会把游戏的底子 设计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说有没有原罪 网游是有的 我认为有 但是早期的网游 我认为是还好 比如魔术世界 它是点卡制的 它希望你在这里面 沉浸式的体验这个世界 去探索 去下福本 那会儿还好 未来的中国会变成一个 网络游戏一样的世界 就是你进来以后 你只能选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叫 这个职业 或者这个角色叫行事走肉 没有充值入口 你没有升级空间 你只能做一个行事走肉 中国未来的现状 就是这样 未来的环境 我的判断 就是用我游戏圈的话 就可以形容你 让我捋一捋 你把未来的中国比作一个游戏 对 每个普通人在里面的角色 就是行事走肉 对 你做不了任何的改变 做不了 那除了行事走肉以外 那应该还有其他角色吧 谁是那些角色 权贵们 就是他们 他们是有吸血的功能 就吸这些行事走肉的血 或者是拔弯 就是可能有些悲观 或者不太好 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 对视频前面这些观众想说的 真的 你要是还看不清 有可能变成这样 那 就也别想着润了 我只是在说给想润的人听 就愿意离开那里的人听 如果你到现在还觉得那边不错 那你就活在那里就好